国际反恐怖长会议在印尼的巴黎岛落下了帷幕 包括我国内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在内的各国高级安全官员 发表了联合声明 同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恐怖分子融资活动 其中一项重点的措施就是实时的共享恐怖嫌犯的个人以及财务活动讯息 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金融情报机构负责人发表了公告 超过20个国家针对所发布的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评估报告 同意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以打击恐怖分子融资活动 各项措施包括了实时共享嫌犯的个人和财务活动讯息 以掌握独狼的资金来源 国际也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 目前印尼是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 印尼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 当局联合印尼全国30万个非盈利组织 共同起草了相关的法案 加强了资金检管 例如预会国家也将即时更新 对风险较高的非盈利组织的评估 并建立多边分析交流计划 与会的各国官员承诺将在下次分会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为期两天的国际反恐会议在印尼的巴黎岛举行 来自大洋洲以及东南亚的20个国家官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感谢观看